無敵無敵 誰以真不 誰以真不 俗文說不是猛龍不過江 今年近百支龍舟隊在佛山水道往返競速 大戰一觸即罰 究竟哪支隊伍是今年的聶貴龍王呢? 我們拭目以待 6月10號南海超級龍舟聯賽 K2023年聶貴一體美麗家園龍舟賽 在佛山水道奔江公園何段舉行 起步轉身折返直到衝刺 演場來自龜城大力的74支龍舟隊伍 進行男子23人標準龍舟300米往返競速 個個都爭分奪秒 一場水上版的速度與激情精彩上演 不少街坊一早就擔頂椅子霸頭位 看得好過癮呀 經過一番激烈的龍爭虎鬥 最終碟北慶穩龍舟隊 以2分19秒58的成績 奪得歷貴龍王補助 拿了第一名 現在心情很激動 終於可以在首場的端午龍舟賽中 拿到一個好的名次 拿到我們歷貴的龍王 大家都很辛苦 而且是崖根底爺 所以這份團結合作的精神 是我們拿到第一回報 作為南海中心城區一年一度的傳統民體城市 今年歷貴龍舟賽已經舉辦第九屆 繼續為兩地龍舟建議提供較好的同場經濟及文化交流機會 今年的歷貴龍舟賽不單好看而且好玩又好吃 在桂成崩江公園還有歷貴龍舟嘉年華 有美食市集、龍船體驗、夜光龍船飄移和夜光花閃現 所以各位街坊記得過來抽煙鬧 雖然比賽暫告一段落 但碟教隊員又要備戰端午龍船飄移比賽 大家敬請期待